我覺得因為這個助理廢案 已經進入到實質的司法審查裡面 那包含到他的三個前主任 兩個辦公室主任 一個法務主任 基本上就媒體的報導是說 他們都認罪 那當然還有一個這個王玉文 其實沒有認罪 十六號說北檢要傳訊 那接下來港版也會要傳訊 所以確實有一些人認為說 如果你三個人都已經認罪了 那你要討什麼 你要怎麼去辯解 就是說沒有 因為人家都已經承認了 那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這個都是受高安所指使 那藉由這個認罪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換取檢方 或者是法庭在判的時候 能夠比較重輕來諒刑 所以多數人認為說 這個會有緩刑 甚至你看檢察官求情到那個程度 就是說還希望給機會或什麼的 但我知道其實對民眾黨來講 我倒沒有那麼批判 民眾黨在這件事情的立場上 比如說給予協助 就我所知道的是 後來確定 因為我那天有講就是說 他們也搞不清楚 真的就是電視上突然看到高雄安上的節目 不想下去談的高層 也不知道你要上專法 確實真的不知道 但是後來因為起訴書 後來大家都收到了 我知道這個黨裡面也有人幫忙看了 起訴書的內容 甚至有幫忙做了一些爭點的整理 那五個大律師嘛 就知道就是每一個人對爭點的這件事情 各自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大概理解就是說 可能對於民眾黨的立場來講 就是希望協助高雄安的角度 當然因為現在是一個貪污之罪條例 那真正影響到就地方制度法裡面 如果他真的一審是被判有罪 那個縣市首長的位置就不保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從黃珊珊開始 針對這個事件的發言 事實上都一直認為說 就貪污之罪條例的這個法條 來定高雄安的罪 跟用其他的罪名來定他的罪 這個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是不是先求在法律上面 能夠讓他先無罪 道德觀念那個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認為這個基本上 對高雄安來講道德已成了 就已經沒有什麼迴避的空間了 因為大家已經覺得大家已經有既定印象 我現在講道德層面 代表判罪 我先講 因為他不是代表他一定有罪 可是道德層面這件事情很麻煩 就像我講 我說如果即使認為說在法律上 他可能沒有那麼嚴重到用貪污之罪條例 但是你如果擔任立法委員 你會不會跟他一樣 我得到十個答案都不會 我十個十個都說不會 所以我認為在這件事情的層次上面 可能對高雄安來講 他一定是力拚 不要在檢察官起訴的這些 這個罪名裡面 我先求能脫身 如果換別的罪名 那時候再說 我覺得這是一步一步 我先講 這段那個人權講的這段 我們在節目裡面有講過 當然有來賓譬如像鄭浩 他們就說什麼用詐欺會比較好嗎 用詐欺 然後如果被判會比較好嗎 就算市長沒有解職 這個人政治生命也結束 OK好 可是我跟你講 在法庭上面 這個論證會怎麼論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看到這樣 一定會跟庭上講說 根據前面所有的認數被告就是無罪 沒有涉及到任何這方面一些問題 但是以辯護人的立場 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如果有人真的要質疑的話 你為什麼會是用貪污治罪條例呢 他不應該 我再講一次 前提是沒有涉及到任何這方面 被告就是無罪 可是貪污治罪條例 為什麼他應該不適用在這一塊 不應該變更起訴法條嗎 不應該說什麼 你一定會這樣 要不然我告訴你 一傳出去就是 好你看在庭上 怎麼會有一個人說 我是詐欺的 我不是 你怎麼會 我們都辯護一定會是用這樣 我相信到時候在庭上 那他們大概也會用這樣一個模式 是 所以包含到現在 就是大家覺得說要幫高安辯護 我知道其實也有人就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那加班費 他們也都承認他們有加班 所以沒有福報加班費的問題 沒有虛報 那如果這一段不成立 你們認了罪 可是他就沒有成立啊 所以後面高安 可能自然就可以從這一塊脫掉 我知道法律見解 這個東西 我們反而也不是上法律 可是他有點概念 就回到就是說 譬如說剛剛提到高安 現在的這個爭議的這些事項裡面 你一直要去提他的對價 你看像這個黃帝影 他就出來講 那你有沒有想過不振利益 這四個字 對不對 他不見得是用賄賂的方式給你錢 但是你就是得到了一個利益 那這裡面就有更大的空間 所以我一部分回來看 剛剛柯文哲的那一段 我其實沒有那麼覺得柯文哲 就是什麼死瞎著力挺 高安到底 剛剛自然講了一分真九分假 柯文哲是有具體舉例的假 他的具體舉例是講說 剛剛那個志涵說的那一段啊 說你講人家什麼什麼 就是北宜女跟瑞儀隊 那個叫做曾經發生事啊 他唯一碰到現在進行事的只有一件 那個男友那件我也覺得不太適合 其他的案子他沒碰耶 包含這些什麼剛剛這個大家提的那個背後 那些關於柯文哲連碰都不碰 因為很簡單 我相信柯文哲也不知道 那你高官到底後面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剛剛民眾黨發言人的那個說法是蠻特別的 那個叫做符合社會期待 如果剛剛你今天真的發現到外界質疑你這麼多 你是不是應該也查一下 可是發生到現在這麼久了 還沒有查 那你覺得他有查嗎 你覺得他今天有想要釐清這件事嗎 可是不釐清怎麼辦呢 不釐清接下來大家就就算這個風波先暫時 後面又有新的議題 但大家想到就還是會再來一次啊 是啊 所以我剛剛講說 犯人那個說法 其實他很明確的講 就他們也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回來重新審視啊 即使你都不知道 其實你審視完了 你跟大家講說我沒錯 我們沒有問題 OK啊 那也是個回答 那你就回來扛所有的責任嘛 他也呼籲高康安要講清楚啊 對 所以問題是回到的是 高康安自己在面對這件事情上 是不是會有時候一種稀釋的反應 當人家出來講說 我覺得你怎麼樣的時候 那我就講啊 如果你今天針對外界質疑的 這些委員的這些東西 你當然有拼任權 我覺得沒有問題 OK 可是當現在外界會質疑到 剛剛這個這個原資 試圖有藍白合作空間的業員資 都出來講說不對啊 你什麼委員 你這個還是那個案子 你還是市府的案子 那個什麼你還是市府的案子 那都放在那裡 那你市府其實老實講 從頭到尾沒有解釋這一塊 也沒有說清楚這一塊 他還是只有在講說 那都是林志堅 都是林志堅 哎呦怎樣 林志堅有問題 你就把它送去辦啊 OK 對我覺得反正就是真真假假 趕快講清楚啦 因為我相信大家整天政論節目搞到現在也很煩了 我那天看到一個我覺得更是匪夷所思的 不是一直在講說什麼阿滿儀嗎 說什麼這個他男朋友李中庭 是跟阿滿儀租房子 然後呢我看到這個王毅川 批了好幾個禮拜之後 突然有一天又說 好像有一說說根本沒有阿滿儀這個人 那到底是怎樣 你知道現在就是亂七八糟 眾說的 然後包含這個 包含這個中秋禮金 中秋禮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高宏安其實也有說中秋禮金呢 你知道行政單位有所謂的業務費 然後有所謂的什麼文康費 那這個中秋禮金屬於文康費用 可是過去很久很久的時間以來 新竹市政府都把它編列在業務費裡面 業務費就是我們行政要去推廣一些業務的時候 必須要用的費用 結果他長期就把他編列錯誤了 所以這些不管是福利費 或者是文康費用 都是應該歸在人事處往下來編列 那高宏安上任之後 他發現這件事情有問題 所以把這個錯誤的編列把它取消 改在另外的業務 就是說你如果去上課的話 誤餐費來編列 但是呢而且他過去是發禮券的方式 那也覺得這個禮券很不符合五指化 然後還要去買這個禮券 所以他就改為匯到員工的 就是同仁們的帳戶裡面 所以根本就沒有取消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情也被會生會營的報導了一輪 等一下 將軍要先回答 我覺得這個解釋下去 不是有人要害高宏安 就是有人要把高宏安搞垮 為什麼 本來是發禮券 那個利益是什麼 這是中秋禮金 不用 沒有任何勞務關係 就是新竹市長 犒賞給所有員工五百塊錢的禮券 現在變成我要去上課 才能拿到的參旅費或者是午餐費 這不一樣啊 這完全不一樣 那你說你到底有沒有上課呢 有上課 這個不是禮金 這是我的午餐費啊 本來就該拿到的啊 那如果沒上課 對 如果沒上課 不就偽造文書 這問題不是大了 他一定要上課才可以 可是他不能事物變略 不能一直這樣子下去啊 上課不叫禮金喔 上課那叫做勞務所得 所以他沒有說禮金把他用成是午餐費 所以他說我沒有取消 禮金只是變成上課給你的午餐費 這是兩件事耶 同樣有這筆費用 對對對 費用跟你的所得不一樣 我去打工送Uber拿到的獎金 跟我坐在家裡面 市府發給我的禮金 這兩回事嘛 不一樣 這有一點回到當時助理費的 那個狀態 就是我到底是加班的錢 還是我發給你獎金 但我真的必須提醒 善意提醒一下新竹市政府 我想自然也在市府工作過 我們有一個概念 叫做公款必須要法用 不是公款公用的問題 其實助理費 因為那個包含加班費一來去都是有沒有合乎法的要求 如果剛才前面的解釋是說 因為以前的市府 他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他編列錯誤 不能這樣編 所以我變相改過來 我用誤餐費來發 那請跟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誤餐費 這就是剛剛江英君子儀的那一點嘛 我變相把他又換了一個方式 那你還是一樣 沒有在他刻字幕下面用 科目不合 他就是不合嘛 結果他現在就變成一個狀態 就是說好 那我又為了避免這樣講我科目不合 那我們就在用餐的時間來辦一個講席 那這樣就能夠符合你拿用誤餐費 這不是你不是轉了一大圈 又被人家質疑 所以才有確實 我們看到就有些人立刻就講說 我誤餐費本來就是我在工作時間 我因為耽誤到了 我本來就可以合法領這五錢 你硬要搞得 我不能在正常上班的時間吃飯 然後你要給我弄一個講席 然後逼得我要去參加 那我就講就是說如果市長在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前提的解釋是說 因為他在編列預算的項目裡面 你們認為不符合這樣一個法規的要求 所以你們不按照不原往例來辦理 我另外再搞一個新的創新的做法 叫做誤餐費 然後再叫你來講席 你不是增加這些人的困擾嗎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大家在講說 包括光環跟柯P之間 會不會影響到民調 或是什麼 因為藍白河之間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 是不是真的再往下走 因為柯P今天也有講說 對 哪有人那種不比民調 然後你們家就一定要做老大的 你也看一看 睜開眼睛看一看 坊間所有這些民調 可是對柯P來講 侯友宜到從九月十四 然後你說到美國訪問以後回來 民調真的有往上攀升一些嗎 柯P要二度去訪美 但這罕可不可以簡單告訴他 為什麼訪美不要媒體 不要媒體隨行這些 我們這次去的很多高科系產業 包含AI或者是電動產業 他們其實是不希望 帶太多媒體進去的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考量說 很多媒體必須要花很多成本 如果跟團的話 他們要花很多錢 然後這個人事費用 那如果跟我們去 又不能進去採訪 又不能拍攝 那但是我們有承諾 多媒體就是說 我們自己會拍出來 然後供應給媒體 可是一般來講 不是都希望越多媒體能夠 當然你說廠商有機密問題 為什麼那是一回事 可是畢竟到美國去 然後有這個機會 那侯友宜到美國去的時候 你不管他有沒有講到一些 讓大家覺得說不可思議的 什麼什麼 但還是帶啦 因為這是一個在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沒錯 從目的性來說 我們第一趟訪美的時候 就是歡迎所有的媒體一起來 但這一次就是因為我們大概 幾乎九成 九成的參訪的對象 他們都是說不能夠進去採訪 就是說其他的媒體不行 但是我們的自媒體可以帶 所以我們評估過之後 本來也是很想要請媒體過來 然後我們一直跟這個對方溝通 他們都是有一些種種的考量 所以最後我們想說 以這個我們其實自己人力成本 也很精簡 那在媒體的部分 我們也是跟大家溝通說 其實我們會公告 而且我們來回一號到六號 其實非常短的時間 因為其實敏鳳包括很多總統出國 或是所有這些過程 也尊心過非常多次 這次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要有媒體 對啊 謝謝他幫媒體省錢 有這種人嗎 我們每次總統那個 鳥不拉雞 我們每次說鳥不拉雞 我們每次去非洲 那個新聞也都很淡 然後一趟又二十萬 那你還幫boss省錢 boss還不是一樣要你跟著去 那你說你每天要訪回來 所以說而且你也正在選舉的人 如果你真的是訪問所謂高科技的產業 是不可能說不開放媒體跟著去的 媒體你事先講好嗎 我就說我們很多地方都禁止 有些地方禁止 如果你願意來就來 就大概已經事先都講清楚了 那你到時候不用 不用跟我抱怨說 我們花很多錢 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事先都已經講好 那媒體要跟 媒體要花這個錢 要去捧柯P 那是媒體自己的決定 那是媒體記者 自己的採訪的本事嘛 所以說我覺得你們這樣子的做法 是跟常理不是很符合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遮掩一些事情 其實很多媒體 什麼事 我不知道啊 募款 也許募款的人不想讓人家知道 那如果說你其實很多媒體 在美國也有駐美記者 然後這個很多地方 還有很多 如果你們柯P 現在已經是總統的候選人 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這個國際性的媒體 其實你們到哪裡是跟得上的 所以你們這樣子把國內的媒體阻擋 在國內 我覺得你們反而是得罪了媒體 因為你真的不用去幫媒體去省這個錢 而且這個完全是不合理 除非你們要做一些 我覺得這個大家又會猜疑很多 你們是不是要做什麼事啊 不能見光或怎樣這樣 我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麻煩 就是一個不正確的一個決策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對不起我簡單回應一下就好 就是說其實媒體的部分 我們有給他們一個比較 rough的一個行程表 包含要出去的班機 回來的班機都有時間 然後我們會去的城市也都有 那我們也有跟媒體溝通說 大概主要的行程會有哪些 現在其實駐美的記者 駐美西的記者 不管是中央社啊 或者是幾個電視臺 他們有駐美的話 其實他們都知道我們會去哪邊 他們也會去現場採訪 只是說如果真的要隨團去一趟 我們是評估說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商量紅包 所以我就說 你們不讓國內媒體跟 然後你讓那些駐美的跟也是一樣嘛 也是都是有要公開啦 那就是可以公開的 我們會提供給他們 國內那種媒體的生態 跟一些這個總統候選人 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一樣的